曹操, 染症如何? 這三名死者基本上可以斷定 分別是浸死、勒死和燒死 第一名死者喉嚨上方又明顯勒痕 屍骨骨折, 是勒頸則適而死 第二名死者, 肚腹古象 口鼻深注入少量血絲, 是浸死的 第三名死者, 四支招刻拳曲 口鼻有煙灰, 是燒死的 他們在死之前 都沒有掙扎打鬥的痕跡 照將軍說, 他們死的時候 都有人證證明他們是自盡的 不過我在屍體身上看不出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不是自盡 安骨王, 有關他們自盡的事 都是刑中將士親眼所見 這位姑娘是不是不信沒象所言 沒象以頸上人頭擔保所言 具具屬實 楚姑娘並非不相信你 只是他身為誤作 一切在屍體上見不到的東西 他也不可以妄言 還請趙將軍體諒 是武將一成三金, 失禮了 王爺, 就算有人可以證明 他們是一種目規規之下自盡 我也覺得此事又古怪 為什麼? 這三個人裡面 官階最低的都是陸品武官 他們三個肯定都是武功不錯的人 如果是想自我了斷 有很多乾脆利落的方法 但是什麼用腰帶勒死自己 在獄筒浸死自己 莫名其妙跳入火堆 會生生燒死自己 這些過程既痛苦又麻煩 他們有刀劍不用, 為什麼呢? 我覺得他們就算是自盡 也肯定不是自願的 冷將軍一定對此事有所懷疑 所以急著請安郡王你前來 他懷疑? 懷疑他們不是自願自盡? 他當然會這麼說 他不是說這些是邪緒作怪嗎? 邪緒作怪當然不是自願的 就算了 蔡蔡, 幹什麼? 沒什麼, 剛剛冷姑娘說 他們死的過程會很痛苦 我就覺得有些不妥的地方 又不知道在哪裡不妥 王爺, 我可否否否掩一看 否掩?難道是要將他們否開? 安郡王, 那… 趙將軍, 如今軍中一切查案之事 現在有本王來安排 有勞趙將軍帶他們來驗屍 趙將軍如果還有公務在身 可以去忙了 既然如柱 你…沒章告退 你儘管驗 稍後我叫人從總驗批文過來 蔡蔡, 討厭完這三具屍體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現?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特別的發現 我討厭他們 發現浸死者吸進去的水 燒死者吸進去的灰 比一般死人吸進的多 又比活人吸進去的少 你說他們臨死之前 既不是死人, 亦不是活人? 是, 就是這個意思 不死不悔, 那是… 我覺得可以把他們叫做活屍體 像我這樣的活屍體 不是, 這樣說吧 一個人如果死了 再被扔進水裡, 扔進火裡 那個時候他已經沒有呼吸 就不會吸進什麼 但是活人不同, 他要休息 一休息他就掙扎 那吸進的東西就會更多 但是這兩個人不一樣 雖然他們死前也吸進了一些 但是他們吸進的量 就比正常人少很多 如果一定要形容這個是什麼狀態的話 他們應該就像平時一樣 直到死都在正常呼吸 那勒死自己的人, 他身上也有可疑? 最奇怪的就是這個馮利 一般來說, 自己勒死自己本來就很難 尤其是像他這樣, 他拿腰帶 在自己的頸上繞了一個圈 一交叉, 兩隻手拉著兩邊 更加不容易勒死自己 因為人一大力到某個程度 就會痛, 也會無法呼吸 雙手很自然就會無力 除非一開始就是用很大力 才可以一下子勒死自己 但是這個馮利不是這樣的 從他的頸上和掌心的勒傷 還有喉嚨碎裂的情況來看 他不是一下子就勒死自己 而是雙手一直都用差不多的力度 直到將自己活活勒死 那就是說, 這三個人 都曾經身處極度痛苦的狀態 而不自知 是, 就是這樣 他們在死之前吃過什麼? 都是吃了一些正常的飯菜 沒什麼特別的 王爺, 我是不相信這個世上有什麼邪緒 不過這幾個人的死法 我真的從來沒見過 我也沒聽過 他們是不是真的撞邪? 怎麼了?你害怕嗎? 誰害怕?我才不害怕 就算他們真的撞了邪 活人理你, 死人我理 半死不活的, 我們就一起理 我就不相信這個世上有事 是我們處理不了的 殺死你們 殺 殺死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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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 你掉了嗎? 你沒有在軍中吃過或者喝過什麼? 你以為我真的嚴命長? 我很小心 我就怕他們在放進口的東西做手腳 藥, 我一口都沒喝過 吃飯的時候 我是假裝想吃我旁邊的人的飯 硬換過來 睡之前喝了一口水 但還是等他們睡著之後 喝旁邊的人碗中的水 皇爺, 空手的目標會不會是我旁邊的人 我太小心反而中招 如果照我們先前的推測 有人故意把我們引來軍中 這個人的目的 應該是想把我們在這裡一舉伏殺 但我們已經來到軍中 他又怎會還自外生之 也無關的人落手 我們已經來了半天了 還是安然無恙 不是, 除了我 他對我一個人落手沒有任何意義 你們都說 我瘋了之後都沒做過什麼 只是一直在這裡砍柴 他不會是想累死我吧 冷月 剛才幾天的症狀你也看到了 江湖中有沒有什麼 閃為人知的毒藥或功夫 會令人出現這樣的情況 毒藥?功夫? 而且在發狂的時候 他們也不會覺得累 不會, 不會覺得痛 就像景大人剛才那樣 如果在平時 景大人的手受了這樣的傷 早就大大聲喊痛了 我聽你這樣說 不像是讚我 也不像是安穩我 不覺得痛 事後做什麼都記不起 對的 給他查一下 這件是… 怎麼? 這種藥是我由長安帶來的 不會有什麼問題 景大, 你剛才醒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頭暈、口寒? 有一點 好笑 那就是了 王爺, 是胡茄花 胡茄花? 胡茄花是止痛的良藥 有何不妥? 胡茄花的確是止痛的良藥 但價值不非 用得起它和會用它的人不多 一般入藥都是用它的花 但胡茄花本身其實全棵都有毒 只是醉毒, 入口會有一些甜味 一般人服用幾粒就會產生幻覺 但如果中毒不深 幻覺過後就會和沒事的人一樣 診脈是看不出來的 我曾經在嶺南山中 見過有人把這種藥 和其他藥混合在一起 製成一種類似五石散錦的東西發賣 幻覺 也就是說 中毒的人之所以撞弱瘋狂 是因為看到一些幻象 是 如果中毒的人見到的幻象 因人而異, 各有不同 那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會有如此奇怪的發狂方式 這些胡茄花歸重而難得 此毒恐怕會是, 你將提供 蘭姑娘, 如果人一旦中了這種毒 是會立即發作 還是會等一會再發作? 要看用量和用法 如果是服用胡茄花紙 最遲一盞茶的功夫就會發作 如果是這樣的話 毒一定不是放在吃的東西裡面 那三名死者為裡面的食物殘渣 剩下不多 他們吃完飯應該有一段時候 肯定不會是飯後一盞茶的功夫 難道是水? 應該不會 就以醫所來說 雙壁所喝的水 都是一個窩道煲出來的 如果落在水裡 那喝了水的人應該也會發作 那怎麼會只有你一個人中一招? 那就是…喝水的碗? 我們在這裡猜來猜去 都不知道究竟是為什麼 不如我回到醫所裡面再查探一下 不行 有人上來死你還回去? 王爺 我覺得警役在醫所打喊得差不多 是時候讓他抽身出來 我已經知道哪裡下毒了 你最好安安分分 今晚軍中大陸 呂神察子 你根本不明白 我這樣做也是為了你 為了我們冷家 放屁,我們也親手殺了你 好,那我就成全你這個不肖子孫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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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